孩子好勝心很強 最該教他一件事 你的孩子會不會好勝心很強呢 你的孩子會不會輸了以後就有很多很多的脾氣 我覺得今天要跟大家開好勝心的這一集 其實是因為有很多很多的媽媽就跟我講說 孩子輸了以後就崩潰 就哭 然後就生氣 那很多事情都要真第一喔 那不管那種 就是我還聽到很多都是那種兩三歲就已經是這種狀況的 我不知道你家有沒有欸 那到底這個是 這個問題就是好勝心很強 這個到底要怎麼教 還有我覺得要回答一個問題就是 這到底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 因為今天下午就有一位媽媽留言 我有看到 那應該是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玉婷媽媽 他就問我說 老師 好勝心很強的孩子啊 跟父母的教養方式到底有沒有關係呢 那我就回答他 絕對有關係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好勝心很強 有的時候可能是因為我們交錯欸 我們的交法不對 然後讓他本來就已經天生有那種很好勝的那種氣質 可是呢 後天用意交不對了以後 其實根本就沒有緩解 那接著呢 就可能會影響到孩子的品格了 所以你家的孩子會不會好勝心很強 好 你是正確的教導 還是錯誤的引導呢 先來測測看 趕快進來 來測測看 孩子好勝心很強 輸贏觀念到底要怎麼教 好 你的孩子有沒有這些盡頭呢 好 那等一下對完了以後啊 我覺得大概 十個裡面大概有中三個以上啊 含三個的話 我覺得就要留下來聽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其實好勝心很強 很在意輸贏的 輸了以後就一堆情緒的孩子啊 大小孩跟小小孩都一大堆 譬如說第一種 很多事情都愛真第一 有沒有看到 你家孩子會不會這樣呢 第二個 玩遊戲輸了以後 會不會常常發脾氣 第三個 很愛跟別人比較的 有沒有 第四種 輸了就愛計較不公平 第五個 都要大家聽他的 都要大家聽他的 要照他的方式 其實這跟好勝心也有關係 第六個 玩輸了以後就用哭的 剛才是情緒 這個時候是用哭的 然後呢 再來 第七個是 很在意輸贏的結果 然後第八個 輸了以後會爽賴 會挑戰 會挑戰什麼 會挑戰那個規則跟規定 然後第九個 還沒有做就會怕輸 還沒做喔 還沒有做就已經怕輸了 第十個 事情做不好的時候 事情做不好他就會容易放棄 或者是事情做不好 就自己就停在那邊一直很生氣很生氣很生氣 這十點 你的小朋友有沒有中 如果有的話 趕快進來看 我覺得好勝心很強啊 素贏觀念到底該怎麼教啊 那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先來看看 既然老師說跟後天的教養是有關係的話 我們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做錯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一開始要來講說 孩子好勝心太強啊 你有沒有避免掉這些NG的劇情 你有沒有犯這些錯 讓一個好勝心已經很強的孩子啊 他其實是更好勝 他其實是更不能輸 他其實輸了以後就不知道怎麼樣處理自己的情緒 這才是今天這一集最需要教大家的一個部分 好 四種類型 四種劇型 我們趕快進來看一看 好 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子呢 好 第一種NG 第一種NG 有沒有 有沒有都有中 張寶棠說心累 好 詹家話 你說都有中 好 來 郭玉帆 你說有中 是不是都有中呢 好 來 有一直斷線嗎 來導播看一下 有人說一直在斷線 有嗎 好 來 我們先來講一下這些NG的類型好不好 孩子太好勝會不會是你因為你的NG的那個類型呢 好 如果有斷線的狀況或是沒有聲音的狀況 請你跟我老師講一下 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課程就一直進行下去了喔 如果沒有的話也跟我們稍微說一聲 一切都很OK 好 來 第一種NG的類型 你有沒有講過這種 好 來 這個我覺得第一個最值得討論 好 有沒有中呢 有沒有中 第一種就是生氣就不要玩了 好 來 有沒有講過這句話的 好 你要生氣你就不要玩 要玩就不要生氣 好 有中了自己來舉手 有中了自己來舉手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為什麼 我覺得這些東西很值得我們討論 這些東西很值得我們討論 生氣就不要玩了 生氣就不要玩了 要玩就不要生氣 好 不管你是怎麼說 有沒有 要玩就不要生氣 生氣就不要玩了 好 來 這種劇型啊 這種劇型用在好勝心很強的小朋友身上 是完全行不通的 為什麼 這叫做封鎖情緒型的一個劇型 好 封鎖情緒型的劇型 看起來是很合理喔 這聽起來都是很合理的教法喔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玩遊戲或是活動 本來就有情緒 本來就會有情緒 有快樂的情緒 然後也會有生氣的情緒 也會有難過的情緒 有很多很多的情緒 可是我們怎麼會去下一個不能生氣的這樣子一個 就是不能生氣的這樣子一個指令呢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非常非常值得討論 非常非常值得討論 就是生氣就不要玩了 好 來 導播說他的也會斷線 斷了五次 好 那我們重開一下好不好 不然的話太重要的東西 一直斷線不是辦法 好 來 導播說